我就另外再写一个getStream的方法在下方 那这个getStream就是关键了 其实就是在这里 那特别注意 在getStream因为我用的是那个apache的 这一个class 所以要用开一个什么新的thread 这方式所以这个开一个新的thread前面好像有用到过 应该比较稳定一些些 我发现好像这样问题又比较少一些 所以这边的话 那最后把结果再怎么样 把它抓回来 放在msg里面 那里面的话做哪些事 其实就底下 第一个的话因为我要提出一个request 是哪一种request 是get的request 我用什么方式去抓 用这个类别 就是我们刚刚宣告这个mencer Client1的mencer就是htbget 然后给他一个网址 这个网址丢给他 再来的话trycache包覆起来里面做什么事呢 就是能用一个execute我的这个request 所以他有点像是 有点像丢个球吧 我丢回去丢过去他就要回来给我 丢过去丢回来给我 所以给他request 他给我response OK 所以动态网页 都一样 你无论哪一种p 反正都是request response 都一样 asp php jsp 好像都 都一样的东西 这是最重要的 那我们丢给他的就是 我要抓这个字串 你帮我把最后结果给我 他就抓到之后的话 最后如果连线成功会得到200 表示连线成功 那连线成功之后的话呢 我用什么结 用这个 叫做 entity utile 这个 他里面有个叫tostream 然后呢把所有的资源通通抓回来 用这个方法 比较简单 所以你们甚至如果要抓某个网页的东西 你也可以试试看 改成apatch的 自己class 试试看 应该也OK 不过呢最后会 有一些那个 换行符号你必须把它repress掉 否则的话呢 显示会有问题 OK 然后我们就是把最后结果放在message里面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地方最后让出来 其实非常简单 我刚刚也试试一下 按读取 那就会把这个东西抓回来 可是你会发现 因为他抓回来是一个网页 所以呢你放在testview里面 有没有 会变这样子 那如果你要避免掉那个 是有问题的话 它是有问题子 也罢了 有问题 批判 会 有问题